戴起橘色安全帽 一人林志穎和弟弟林志欣 在工地仔細監工 和工人認真討論 甚至拿起手電筒走進建材中 两人亲力亲为 因为这是林志穎和弟弟 一起创办的建设公司 21号也就是意外发生的前一天 他才和弟弟现身工地会刊 身穿当年的打歌服 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岁月在林志穎的脸上 似乎完全没有留下痕迹 今年初出道30周年的林志穎 特地重返母校领杰出校友奖 还热情演出 台下学弟妹们尖叫连连 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比任何奖都来得珍贵 荣耀 对 这因为杰出校友 我觉得这30年来 有点点滴滴 尤其是在这个舞台上 在学校里有很多的故事 耶诞节当儿子们的耶诞老公公 老婆生日时 家中摆满浪漫气球 全家一起庆生 林志穎的IG上经常晒出 和家人的互动 展现出他爱家的形象 而近年来林志穎跨足各领域 除了房地产事业之外 还有他最喜爱的赛车公司 也开了摄影和科技公司 今年还有三支代言在身 林志穎从17岁出道至今 已经30年 人气依旧很高 即便最近几年已经很少拍戏出唱片 带他投资开公司当老板 斜杠副业越来越多 身价也不断攀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